瑞芳区内的活动中心最近正在进行老旧灯具态换工作 最近瑞融市民活动中心已经完工 将原本室内比较耗电T5灯管 全面更换成智慧节能灯具 区长陈其正就表示 新的发光二极体灯具有辨识人潮 以及室外采光自动调节亮度 LED设施也更省点 瑞融市民活动中心最近变明亮了 可以看到里头的照明设备已经全面唤新 瑞芳区长陈其正表示 新的发光二极体灯具具有辨识人潮 及室外采光自动调节亮度 LED设施也更省点 第一个它可以比较省点 那第一个部分它就是可以根据 这个人潮的一个多寡 可以调整它的一个明亮度 而且它可以做自动控制的一个功能 那如果这个地方没有记取人潮的话 它可以把这个地方的亮度 自动会降为比较没有那么明亮 那人潮多的地方 它的会到最亮的一个程度 所以就可以这样很自动化 很智慧化的方式去做一个控制处理的话 那就可以非常的节能省探 来这里的民众也表示 将原本室内较为耗电的T5灯管 全面更换成智慧节能灯具 改善以前昏暗的环境 变得既明亮又舒适 来这边又可以健身真的很棒 差很多 对啊 很明亮又宽敞 环境很威 环境整洁这样子 所以现在灯不够亮 不够亮 对啊 现在好多了 总共有四处的市民活动中心 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LED灯 灯具的一个装设 那我们明年的目标 我们公所 整栋大楼 也要再来跟经济部能研举 申请相关的经费来进行这个更换 就像陈吉正表示 传统的荧光灯管光衰严重 长期使用会让人有老旧灰暗的视觉 而且效率差一发热 夏天会造成冷气额外的负担 增加电费 新一代的智慧灯具 则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已经设置了四处活动中心 目前正在规划 却公所全面改装 减能灯具的目标努力 这个方向六方长报道